2022年的成都市拼赛 中国队半决赛在主场迎战老对手日本 樊振东作为一单 首轮先横扫了铺上损负 而二单王楚钦则一比三不敌张本之分 紧接着马龙战胜了吉川瑞基 中国队目前2比1大比分 暂时领先日本队 此时是中日两队的第四场 张本智和贝水一战 迎战当时世界第一的樊振东 发动迅速的张本智和先下一城 第二第三局 暴力的樊振东回归 几个不讲理的反手泰斯打满对手 这场比赛 张本智和的正手状态简直爆炸 往回很难看到他与中国队主力在相持球上形成军事 樊振东很快拿下了第三局 2比1领先张本 第四局 张本智和的怒气值叠满 与樊振东进行了长达33版的精彩相比 与樊振东进行了长达33版的精彩相比 本局的后半程 张本智和率先拿到局点 樊振东没有放弃 一路追到了10比9 然而最后张本智和如有神柱 来了个擦网球 双方展开了决胜局的较量 樊振东每球必喊 为自己打气 可张本智和就是怎么打怎么拥 2打得超磊 2打得超磊 2打得比11 2打得比11 3打得比11 3打算 4打得比16 4打得比22 6打得比11 2打得比11 2打得比5 最终张本志和团体赛连过两名中国队鼓励 独拿两分完成了本世纪佩尔森之后的又一大撞击 这一年张本志和还仅仅19岁